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斯 然後我們繼續接下來的主線劇情吧 蝦骨 然後這邊 欸 為什麼我這要跑一次 初次見面 兩位哥哥好 我叫沈湘芸 謝謝你們救了我爹爹 沈依前輩 和湘芸妹子太客氣了 我們只是做了鷹座的事 好可愛的姑娘啊 你 你好 我是蕭瑤谷的弟子 老吴俠 我瞧你這小圖兒 也是一表人才啊 小女也到了逝婚年齡 不如 爹爹 原來近日調配出一道新的藥膳 好久沒有孝敬爹爹了 不如今晚 老吴俠 你這弟子很好 收徒的眼光 還是那番毒辣呀 上回雲兒的藥膳 害我臉跑三天茅测 這次死活也不要再受罪了 雲兒是你神醫伯伯的獨生女 年紀雖輕 但是醫術卓絕 你們倆可以互相學習 為師要跟你神醫伯伯泡茶談天 你們年輕人在旁邊 待著以氣味 你就帶雲兒到谷里 到處走走吧 是師父 這這是冷場了 難得跟妹子散步 你可別沒出息的 連話題都想不出來 快走開 襄雲姑娘 你說 我就是說你 快點把你的手拿開 是吧 我什麼都沒碰啊 我不是說你 是你旁邊那個品行不好的女人 她黏黏黏的可緊了 誰啊 你你可別嚇我啊 我從小被嚇大的 氛圍轉變的也太突兀了吧 沒事了 她總算走了 她說 你長得像她的情郎 叫什麼天哥的 你最近氣場偏低 沒事多多念念佛號 不好的東西比較不會接近哦 襄雲姑娘是不是有些怪怪的 怎麼忽然覺得頭有點怨 你今晚將艾草洗淨後 放三根在床頭 應該能舒緩不是正正 好像忽然有一股寒風吹落的感覺 晚上天寒 對身體不好 我們回去吧 好 好 少年有幸成為逍遙派弟子 欲要成就一代大俠 卻不料剛出失門 就受奸人矇騙 阻撓秦女俠伸張正義 少年單純江湖险惡 不知會遇到怎樣的波折 修煙之路 修煉之路 記載了江湖中一路走來的高手之戰 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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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應該就是 精英之戰 好像是講廢話 呵呵 花旋夜下這招還蠻蠻帥的 怎麼那麼多國藥宣 好 直接把這些打完吧 看著 看著 石王走馬 敬軍入望 這招還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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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的 有了足夠的霞魂 霞克可以升星了 仗劍天涯 正邪隨星 霞魂可以用於凝神 凝神滿後 才可以提升霞克境界 哦 哦 這是星數增加 哦 原來如此啊 好 我先拿那個 體力 都沒人教我 欸 有有有 好 登錄獎勵 還有什麼 變了 好像剛過12點 好 還有嗎 簽到 任務 哦 飾品 趕緊去看看 飾品可以極大提高戰鬥中的存活 好 然後 前往任務 巡俠五次 割翔龍 巡寶 哇 還差5點 幫派 可是我沒有幫派啊 購買體力 在寶上島中打退一波來放的敵人 哇 蟲子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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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蟲子不是在打好久哦 快速 少當 好 打過就可以不要再跑一次 要不然那個超累的 好 這樣輕鬆多了 因為昨天大師弟是打寶上網的時候 哇 一關一關打 累死我了 欸 有奧義了 奧義學習開啟了 主角可以學習新的奧義了 新的奧義了 獲得了奧義的首抽本 趕緊去學 這就是大俠的絕招 喔 算 剛好也有 好像都直海的吼 野球拳 哈哈 不同的奧義 需要與之相同的專精才可以使用 讓我們去看一下 如何更換專精 最新牌五種 後牌 千牌 好 成這樣 五千 好 好 然後 確定 買一次 欸 我們先刷一下那個 我們先進足一下好了 兩三刷 提力有點多 好 圖兒們 前幾日 洛陽江府送來獸鐵 要我逍遙谷 出席江天雄大俠 五十大獸 這次 就由你們仨 替我前去祝獸吧 是 師父 哦耶 終於能下山玩個痛快了 就知道玩 我們可是出去辦事的 懂嗎 別丟了我們逍遙谷的臉 是 是 是 明明就你最難玩 還好意思說我 智人無己 神人無功 聖人無明 智人無敵 十三朝古都 中原腹地人文鼎盛 神人電視靈力 神內利爾大俠 小蝦米石像 公主武力豪傑 將其視為 心風信仰 好高 好大 這 難道就是傳說中的 英雄石像 這帥氣的形象 這霸氣的姿勢 定是小蝦米大俠沒跑了 這石像 少說也有上百年了 看上去跟心理一樣 想必是 經常有崇拜者的 清潔石像吧 我要是能早些出生的話 說不定 就可以見識一下 小蝦米大俠的絕學 也求全了 哎呀 這位置好 我在這兒撒個野釀 小蝦米大俠 心胸廣闊 肯定不會見你吧 嘿嘿 你們 怎麼敢 這樣侮辱 前輩大俠 狗屁的前輩大俠 都死了一百年了 國他都變成灰了吧 就是 造這麼大的石像 得花多少錢 還不如 給咱們吃上幾頓饱飯 瞧那小子的傻樣 還想當大俠呢 你 氣死我了 我要好好教訓你們 看招 看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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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王走馬 呃 請軍入望 呃 呃 這就是大俠的絕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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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大俠饶命 饶命啊 我們再也不敢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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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小的們逢人便說 小蝦米大俠的人意 下不为例 今后再让我们发现你们无辱先贤 就不客气了 告辞 告辞啊 不好意思啊 好了 师弟 消消气 天下总有这些愚昧无知之人 要我说 就得打断他们的腿 阿吉 师兄 完了 你猜完了呢 我是说少礼不见了 什么 你怎么搞的 受礼都看不好 糟了 难道是被刚刚那几个小乞丐 趁乱偷走了 大师兄 那还不赶快去找 那四个小乞丐 已经跑得没影了 这可怎么办啊 几位少侠莫慌 这四个小乡花 是洛阳有名的剖皮 平日里无外乎 在城郊 百瓦寺 市集活动 你们可以去这三处看看 多谢这位大哥指点 敢问高姓大名 我就是一闲人 顺手为之 你们快去学会受礼吧 事不宜迟 我们分头行动 白马寺交给我 我去市集 那我只有去城郊了 我最喜欢峨眉山上的云和霞 像极了十六岁那年的烟花 此地空气清新 风景秀丽 没想到洛阳郊外还有这样的好地方 救命 救命 救命啊 你们这对狗男女 居然敢私奔 今天要不抽烂你们的狗脸 老子的名字倒过来写 哎哟 旺财哥您饶过我们吧 求求您 放我和小鹅一马 住手 不管这二人犯了什么错 交给官府惩罚便是 其可再次滥用私刑 哪儿来的臭小子 你可知道你管的是江家的事 小心我把你一头网了 不凭事人人可管 今天这事我管定了 看招 石王走马 请君入望 这就是大侠的绝招 哎呀 你个臭小子 你敢打我 等我禀报少爷 他不会放过你了 废话少说 放不放人 哎 他他他他他 他他他 放放放放 我真的放放 多谢大侠救命之恩 两位一路小心 站住 你们生是我江府的人 死是我江府的鬼 阁下私放我江府的狗 怕是不太合适吧 少爷 你终于来了 救平衡 你是他们的少爷 那你可知 你的家庭为人歹毒 要将人鞭打致死 此言差矣 这二人卖身我家 便是我家的奴仆 私自偷跑 按家规处置 有何过错 什么家规 居然能取人性命 你们眼里 还有没有王法 王法 这洛阳城里 我家便是王法 岂有此理 你休想害他们性命 既然如此 那你就去死吧 好强的杀招 差点就要死了 你 居然偷袭 是谁 偷袭我 有本事出来 只许你偷袭别人 不许别人偷袭你 天下哪有这么霸道的事情 姑娘是何方高人 我是谁 很重要吗 单看江鱼公子 今日所言所行 与江府慈善仁义的名声 可不太相符 他居然就是江鱼 江天雄大侠的儿子 姑娘如此咄咄逼人 包屁这小子 是铁了心要与我江府为敌吗 为敌又如何 本姑娘今日倒要看看 江府的天罡拳有多厉害 一对狗男女 今日就让你们知道 小爷的厉害 龙龙的小矮子 看招 安静点 石王走马 进军入 这就是大侠的绝招 好 记不如人 我认灾 今日之事 我江家记下了 来日定当上门讨回 你敢威胁我 你可知 上一个威胁 本小姐的家伙 坟头上的草 比有一丈高了 你敢杀我 我爹不会放过你的 到时候召集 天下武林正道 连同你的至亲好友 一同遭殃 想不到江大侠 明满天下 儿子江鱼 却是如此狡诈之徒 家门不幸啊 江公子 不愧人称小神童 智谋不凡 想得出 以本小姐身家性命相威胁 可惜 你漏算了一点 什么 小女子孤苦伶仃 一人无牵无挂 既无至亲 也无好友 不怕你来寻仇 这两人言语交锋 斗之斗友 若是不慎 便会有性命之威 想不到江湖之事 是如此凶险 你 真的要杀我 杀了你倒是简单 可本小姐 岂不是成了和你一样的亲寿之徒 此罪可免 国罪难逃 你想怎么样 孔子云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你竟然这么喜欢鞭子 今天 也叫你尝尝这皮鞭的滋味 姑娘说的是 以笔之道 还师笔身 给她一个教训 你们两个 敢 好了 我们动手吧 让你们再滥用私刑 看边 可恨 打得太轻了 让他们也尝尝皮开肉绽的滋味 用力这样抄 原来这招还能这样用 你们 给我记住 还敢最硬 再抽他一把鞭子 哇 这也要抉择哦 好 我想一下 嗯 我觉得继续打好像有点太 太过分了 可是如果顺着他的话 会会拿东西啊 算了 分工打扰 姑娘 将于全身是血 是不是饶了他 那都是皮肉伤 看着可怕 其实不碍事 现在不好好教训他 以后 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倒霉呢 姑娘 不能再打了 否则他性命不保 便宜他 走吧 今日多亏了姑娘 不然 我可就惨了 你也可以啊 连江鱼都敢得罪 不怕他爹 江天雄收拾你 这一开始 不是不知道吗 后来 人都打了 还能怎么办 只好一条道走到黑了 何况 江大侠 大人大义 应该不会为难 我一个小人物吧 这可难说 丑也没有用 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对了 还没请教姑娘 高姓大名呢 叫我赢一件好 好名字 你居然不怕我 我为什么要怕姑娘 莫非姑娘 是青面獠牙的夜叉不成 我要真是夜叉 听你这么说 非把你生吞活泼了不可 盈盈姑娘 在下有个不情之情 不知当讲不当讲 但说无妨 先前听闻 姑娘既无亲朋 又无好友 不知在下 是否有幸 能与姑娘结交呢 我们不已经是朋友了吗 在下逍遥谷弟子 今后还请多多指教 逍遥谷啊 跟她一样的正道人士呢 她 没什么 你一个人 跑到路阳城郊 是为何事 情况我都了解了 我问你 假设你偷了寿礼 会怎么处理它 那寿礼 是家师珍藏的书画 既不能吃也不能用 是我 大概会拿去换钱吧 在这洛阳城中 只有一个黑货市场 可以嚣张 那就是 竞技场 好 刚才走都走完了 先坐下之前吧 所以这个天龙圣女是 热月神教的任盈盈嘛 白玉茶壶 白玉茶壶 古石样子变得好 好不古石哦 要开打 看着 石王走马 请君入问 这就是大侠的绝招 怪兽的计划 解决 解决 刑 清清爽爽 自限 自限 解决 可疑 神教人 雷尼强 神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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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 好可憐 為什麼我們的體力還是這麼高 為什麼黃鹿你還在這 好可憐 簡單 石王走馬請君入問 這就是大俠的絕招 好可憐 俠女夫 吃酒見小 該不會是那個令狐充吧 金昭有酒金昭醉 應該是令狐充沒錯 好啦這集先到這邊好了有點長 好 喜歡我們的頻道主題方案圖片按下訂閱 右下角的訂閱按鈕跟鈴鐺記得打開 這樣子我更新影片你就要收通知喔 謝謝大家這集結束看 掰掰